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兴的航空公司的飞机掉下来了 死多少人好像数据在增加 也有朋友讲说 陶哥太感叹了 就是你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很多事情 就在按照春分角度来讲 过了春分新的一年 从节气的角度来讲 新的一年就应该来了 结果在这最后一天还死人 每个朋友以不同的角度在感叹的事情 那我说的事情呢 其实我个人以为呢 就是如果从生命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呢 你会看到所有今天天地之间 我们人生命与这一切是融为一体的 是一体的 包括你伸手用的 包括你 你开的车 包括你认为你的发达 你的不发达 你掌握的一切 你依赖的一切 或者被你抛弃的一切 如果你都能以生命的角度去看待的话 其实你是一个富有者 你的财富在于你对生命的珍惜 那与此同时应该前天 一个年轻的朋友 只有17岁 给我写了非常长的一个email 那因为字比较小 结果昨天我就忽略了 那今天我看了一下 让我非常感动 他之所以留这篇email 是因为我们在谈到安邦这件事情的时候 提到了温州人 那温州人 我个人在我的内心中观念中 有一些不全面的认识 那这个孩子 这个17岁的年轻人是温州人 现在在美国读书 那要去斯坦福 那在读高中 他说可能呢 今年会有机会读大学 那读大学呢 可能因为他成绩应该是很好了 或者说自己的条件了 他就讲说可能会去斯坦福 但让我吃惊的就是说 他对当地文化的眷恋 对自己家庭的眷恋 对生命的认识 对自己生命的认识 对整个周围环境的认识 以及他对温州当地本地的文化的认知 和他作为一个温州人 自己的内心的骄傲 让我非常惊讨 有人 当然他个人是非常接受 我个人的节目了 那有人曾经 昨天还有人留言 说你 石涛你竞骂共产党 共产党完了国家怎么样 怎么办 共产党完了国家怎么办 在今天中华民族的人的圈子里 在今天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的思想中 那具有使命的 超凡脱俗的 有着他生命本身内在的那种来源与根基的这种 这种这样的人才 到处都是 就在你身边 就在你家庭中 就在你的同学中 就在你看不起的那些人的人群中 禁锢人的思想 是表明这个制度崩溃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人不败 全有了 人性存在 人的思想 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认知 就是对着民族与文化的传递的过程 最新的一篇报道 提到这个网络封锁的内容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共在输掉互联网的审查的战斗 它实际是翻译了不同的海外媒体 对现今中共在封杀网络时的介绍的文章 首先引述了纽约时报2月2号的一篇评论提到说 在去年11月APAC期间 中共为了掩盖飙升的空气污染状况 从手机和网上封杀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 所发布的空气污染的读书 这令人想起了言耳道零这句成语 外国人说言耳道零 说中国的成语 中共试图控制信息的自我欺骗的做法 一直引发着外界的嘲讽 对吧 死要面子活受罪 是今天中国社会当中很多人的传统 上下一致 你看那个 你看当大官的头发贼黑 没有一根白毛 斜了门了 等他一被反复反掉的时候 满头白毛也斜了门了 对吧 死要面子活受罪 糟蹋的是你自个儿 却成为了这个体制的一个文化 一个大家墨守成规 共同认知的 以为的那样 就一句话 没一样是真的 2000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对中共互联网这种封杀 笔作 试图将果冻定在墙上 随后几年显示 中共审查者看似无望的承诺 对他的每个公民建立起一个可怕的牢笼 这是翻译 所以我刚才说了 他外乎就是想用枪 用暴力杀死思想 芝加哥论坛报 1月31号的评论说 打破中共封锁的一种软件 被称为VPN 常常可以免费获得 那包括Google Twitter 脸书 一些顶级的新闻网站 他们在中国都是被屏蔽 那我们知道VPN也被斩杀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 但是在我个人说法当中 我认为它仅仅是个过程 VPN为什么让中共当权者感到恐惧 是因为它让人们知道了 让中国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就这么简单 真相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比大熊猫都珍贵的东西 真相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我跟你说 中共比坦克 比枪 比炮 什么都惧怕 对它最大的 最有力的打击 对它 给它造成最大的恐惧 就是真相 文章提到 中共打压VPN引起了愤怒 国企高管对于阻碍快速沟通感到很恼火 这都是翻译的 他就讲说当这个网络被封杀的时候 其实影响到经济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层面 包括教育等等一切 其实都算在其中 那这里提到说 中共封杀互联网 石超最原来的话说 手榴弹炸毛坑 激起民愤 包括他自己的愤 你放心吧 一定的 因为他惧怕的是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的 而针对封杀VPN 封杀互联网 纽约时报就在1月31号还写了一篇社论 社论讲中共自我毁灭式的技术镇压 就说得更加直接了 文章提到说在加强安全的幌子之下 中共当局正在进一步遏制技术公司 进一步限制其公民获取不经中国共产党过滤信息的途径 这既会伤害中国的经济 并且把中国与世界之间产生重大的裂痕 这个他的评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都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 在封杀的过程当中 给这个包括国际社会给各方面 整个人的日常生活 整个社会的层面都带来了极大的不变 他社论谈到的是这样的概念 那他也提到说中共官员还提到一项法律 说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 这都是下摆的 对不对 中共官员提到说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话 你让我想到的是谁 周永康 周永康从2002年一直到2012年他下来 他既是公安部长 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 对吧 快过年了 离春了 快过年了 快过年的时候 中共当时一定要干什么一件事情呢 扫黄打飞办公室 一定要为了各个家庭 有一个温暖的过年的氛围 所以一定要扫黄 对不对 那咱就别提地方了 原来呢 这都二十多年前啊 二十年前 那时候咱经历过 在东部沿海一带呢 这个时候到这快过年的时候 那些在外头的干活的女孩子们纷纷都买机票回家了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包括像 咱别提地方 有些人不高兴 这个广东省的某些那种小的乡镇 想到镇里面 那个时候一到这个时候 那提现金的能把那个信用社给提空了 没现金了 因为大家伙四川的都坐着四川的飞 成都都坐成都飞机回去了 湖南都坐湖南飞机回去了 大连的那么回去了 哈尔滨的那么回去了 这是外头跑的女孩子很有名的地方的人 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东西成为了一门产业 而一到这个时候 周永康就扫黄打飞 所以我跟大家形容过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 召开了全国扫黄打飞办公室的会议 电话会 电视会 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对吧 要严厉打击 那些 什么 都徒啊 什么黄啊 卖淫啊 嫖娼啊 对严厉打击 周永康怎么说的呢 在中央电视台 俩手 两只手搂着他两个爱人 那你只能叫爱人 两个脚得勾着另外两个爱人 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 向全国发出了好招 干了不是一年两年啊 人家干了十年了 十年你想想 二十岁的女孩子就这么搂着 都搂到三十了 这就是今天共产党做的一切 有共产党在 这一切都在 这个干法不是人 一定干死他自个儿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